直到听见郭麒麟在镜头下说出这方法 我才知道他不是不回家 而是没了家 都在怀念在家的时候 没什么怀念 没有自己的毛巾 没有自己的牙刷 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自己的房间 因为他不是客人是什么 我确实是个客人 都知道我是谁 但具体你对这个家有多熟悉呢 我不熟悉 我连这东西在哪 比如让我拿一什么 我都不知道上哪拿去 弟弟郭焚洋脱口而出的一句 你来我家干嘛 算是彻底含了郭麒麟的心 就连烧饼都忍不住为其名不平 姓是林林 换一孩子可能 你说人回来人说的那一句 你上我们家住来麻来 真给我们这么一句 听是不听的 真是怪难 真是怪难受 大林子的一句堂前尽孝 瞬间让郭德刚失了身 这个来咱们春晚 跟我爸在一块献议 我这属于堂前尽孝 或许就是在这一刻 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大概是真的失去了 和郭麒麟之间的父子情谊 在老郭打压式教育下 郭麒麟似乎真的没有表现出来 多少疑心 或许就是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才导致郭麒麟不管是台前幕后 都表现得十分谦卑 到底得有多强大的内心 才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才能如此优秀地走进大众视野 但当郭焚洋来到台上时 郭德刚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 一点没有对待郭麒麟那般的严格 要知道从前 他是一点忍受不了 有人在剧场做出这番行为 但现在面对小儿子 却仍旧是笑脸相迎 甚至对待郭焚洋的到来 也是完全不同的心境 当大家都说他教育孩子偏心后 郭德刚却大言不惭地说道 难道这真的是一个父亲应该做的吗 同样是打电话 在看到是郭德刚的时候 郭麒麟下意识的反应 竟然是不反戒 我打电话我没接 其实我看见了 但我有接电话恐惧 哎呦 啥事被这个打电话说呀 我说看着 我说看着看着 然后对方什么一花子 唱下去了 我在说 然后那天拍戏 忙我给我忘了道歹 我爸给我发一点威胁 是啦 你们剧组一般是几天 让他打一回电话呀 可当师傅于谦来电话时 郭麒麟恭敬对话的朋友 才真的是宛若富足 这样的情形才是真的一家人 明明是名正言顺的德云少班主 却在镜头前差点卑微到泥土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下 他有一万个变坏的理由 但他仍旧成长为了最好的郭麒麟 或许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郭德刚也逐渐意识到了家庭团圆的重要性 于是自然而然的对郭麒麟有更多的依赖 我跟你说这个近半年来应该是 或者多半年 我很少要跟我儿子一块待两三天的时间 嗯 对 我就很久没看见郭麒麟了 就是他也在全国各地演出呢 他比我还忙 前两天兴致勃勃地从外邻居来 然后出了几场 接过那开的时候 刚到郭麒麟就快上英国了 哎 儿子 爸 我要在北京想见我儿子 里面可难了 嗯 他很忙 他比我还忙 但这样就真的能弥补童年带来的伤害的吗 这个答案大概只有郭麒麟自己心里清楚